歡迎來到軍公開幕 這節我們又和陳博士談談中國海軍最新的發展 我們今次要緩引一個消息 來自南華早報,一個星期之前的報道 說到中國海軍潛艇學院的科學家 現在還有驚天地的研究 包括如果發現他們的潛艇受到威脅的時候 他們是會動用到潛艇的武器 應該是用著一個雷射的武器 去打擊天上的衛星 似乎他們針對的目標是星鏈 如果星鏈在做一場追蹤的時間 他們就會用潛艇這個雷射的武器將它擊穿 即是研究這個雷射的反衛星武器 所以它本身就已經和我們日常說的 雷射去打擊一些無雲機 或者一些空中目標 就已經不是一個檔次了 它的檔次已經是提升到星際的武器 即可以打擊到這個低層以外的反衛星的武器 以往我們講反衛星的武器 比較多是用導彈的形式去做打擊 包括美國、俄羅斯、中國、印度 其實他們都有這個能力去用導彈 去打擊反衛星的武器 但是要作為這個雷射 要用到多少個Megawatt的級別去打擊 這個我也是第一次去聽 尤其是我們還要把它放進水底 即是我們講到水這個煤界 也是對雷射武器一個很大的影響 尤其是一個負面的影響的情況 所以究竟這次中國這個潛艇 使用到這種武器攻擊這些的衛星的 可行性有多高呢? 還有它潛在的回報又有多大呢? 今天也想和陳博士一起聊一下 在開始之前大家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包括軍武器燃和科學新資 也記得幫助我們like 我們和陳博士聊天 介紹 陳博士 你好 Larry好 大家好 我當初和你分享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自己不抱太大期望 因為我會覺得 你用一艘潛艇的 你還要發射Laser這件事 我們就先講了一個可能性 之後我就再講一個實用性 我總是覺得 潛艇做這些那麼花鳥的事情 其實真的不需要找潛艇做的 不過先問陳博士 在技術上 你覺得首先由中國的科學家去建構這件事 其實它的可行性有多高呢? 或者看看手上有什麼原材料 廢話說有衛星有潛艇 然後激光武器 這幾樣東西放在一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近來 尤其是從2024開始 是講多了很多激光武器的東西 其實因為實際上很多的國家 已經是將那些武器研發 以及實際上是在使用裝備 大家記得我們講過英國和日本 他們在他們的艦艇裡 都分別安裝了不同級別的激光武器 以色列去加持自己的鐵供系統 也都有用到激光武器來做它的防空 所以你看到那個激光武器研究 已經完全由實驗室的階段 跑了出去變成實際上 那個軍事應用的一個裝備來的 不用說了 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每一發可以射得很便宜 但是我們經常都說就是 你要能夠做到精準是很難的 還有你要能夠做到那個發射很快 還有那個保養好 也都是不容易的 所以現在在講的是說 已經不是說我們有沒有能力 將激光變成武器了 而是你實際上用起來的時候 有什麼實際的技術難關呢 那好了 那個激光自己本身的功率 夠不夠大呢 Larry 你記不記得呢 如果在講的是以色列的系統呢 它的能量級別是去到哪一處呢 如果我們看英國或者以色列 它們的能量級別分別是50MW 至100MW左右的級別呢 小心單位性 應該是Kilowatt 它就不是MW 是Kilowatt 不好意思 是的 是的 差了1000倍的 那麼以色列 是的 就是50和100個Kilowatt 就是如果你用回廣東話譯 就是50Kilowatt 就是50千 即是5萬 OK 5萬至100個雅特 這樣 那麼現在呢 中國它自己去提議那個呢 是去到100萬 就是它說的是1000Kilowatt 或者是1MW這樣的級別 就是說給現存英國和以色列那些 你再要做一個勁大約是10倍 這樣的激光 從而令它可以有足夠的功率 從那個潛艇打到上去那個衛星那裡 當然還沒計算 你有這麼厲害的炮 你怎麼教準這支炮 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其實我們追蹤一下 我們現在世界上呢 已經有沒有能力去很遙遠的 去用激光來去擊中一個目標物呢 其實是有的 對於中國它都曾經去演示過 怎樣可以在地面那裡 不是潛艇 在地面那裡瞄準一些太空的目標 那它們是測試過這件事的 那當然在此之前就是美國也都去試過了 那另外再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能不能夠做到這麼強功率的激光呢 那暫時你說要去到 就是100萬瓦特級別來講呢 你硬做得到 但是實際上用起來的那個壽命啊 還有那個散熱啊 那這裡是面對一個問題的 就是我們可以說我們弄幾強激光都可以的 但是那支激光最後出來 你的供電系統和運行上來的時候 是不是射完一炮就沒有了 或者之後你要等它散熱很久 才可以再射第二炮呢 那其實這些就是另外一些技術問題來的 所以我會覺得它南華早報 它這次去引述國內這些軍事科學家 它這個這樣的概念呢 就是你可以說是大膽提出了一個概念先 那肯定它 大家都會承認就是 背後還有很多實際上的技術問題要解決了 那你到什麼時候才能夠做得到呢 就不知道了 那我又或者由一個參數開始講起先 現在以色列和英國去做的那些 以10萬亞特級級別的激光 它們要打擊的東西呢 就是一些幾十至到100公里範圍之內的飛行目標 那就是譬如說你整個激光那個發射基地 防衛基地就固定在地面那裡 然後外面有飛彈射過來 那於是乎呢 你去探測攔截定位 於是乎就在它來到大約是幾十至100公里 甚至乎更近的距離之內呢 你就要瞄準到它來激下去 那這個原因呢 我們以前有在其他節目的環節有提過 就是因為你的激光呢 你要射得越遠呢 它的功率呢 就是那個能量密度就越來越降低的 越來越發散的 那所以呢 你如果激光要夠 就是那個加熱能力 破壞力要夠勁呢 你就要在一個比較短的有效範圍之內發揮作用 那所以你想像到的 你如果要是不是隔幾十公里 而是隔幾百公里去打一個衛星呢 你一定需要那個激光功率是更加大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這個南華早報的新聞文章裡面去提到呢 那個中國的軍事科學家是覺得 是不只要用到十萬瓦特級別的激光 是要用到百萬瓦特級別的激光 那個數字我們可以這樣去理解 為什麼要去大一些呢 嗯 嗯 嗯 那on paper 我們明白了 就是它用這件事去推論 就是它需要用到幾大的功率啊 但是我們又想呢 就是你用潛艇去做這一種的攻擊 那究竟它是在水底裡做啊 還是它要犧牲他們的隱身性能 就是大家知道潛艇的最重要就是隱形的 但是當你不隱形的時候 潛艇就是我們俗稱是sitting duck的 就是基本上你走不出對方的任何的攻擊手段的 就是你知道潛艇走得有多快啊 又沒有那些防衛的手段了 那所以潛艇一現身 就是幾乎是讓人劏的情況 那所以它應該在水底裡就開始進行這個工作 就是水面呢 但是如果你說有些東西透出水面 其實又很容易被人抓到的 那我這裡重量說 那首先呢 大家又要知道一件事 你用的激光是不是隨便一隻顏色的激光呢 就是不是說你認為那些環彩泳香光的激光 那些這樣的五光十色去打一個衛星呢 那很多時候不是的 那你如果實際上你要照顧到 它那個目標物的那個材料 能夠有效吸收這個激光的能量 從而令它更加容易被辣穿呢 你就要想了 你多數都會用一些 紅外線啊 那些這樣的激光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那些物料去吸紅外線 被加熱就是最有效就是用紅外線的 那不要忘記哦 這個紅外線在加熱 你那個衛星之前呢 它要穿過大氣的 所以大氣會有損耗 有消耗的 所以這個原因就是限制了一些 現在我們地面攔截激光的那個 就是那個有效的距離 你要打得穿這麼遠的大氣 那個大氣自己本身就會有消耗 那麼好了 如果你是潛艇在水裡的話 變得問題更加嚴重 如果你真的在用紅外激光的話 水去吸收紅外激光的能力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呢 在那個南華早報文章都有提到的了 你不會預算是潛艇還躲在海底下 射這支激光的 你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最後你是煲水多過射激光的 所以你要真的去執行的時候 你的潛艇是要浮面 還有浮面到一個地步 你還要申發一支東西出來 在水面上面 然後在水面上面 海拔零米那裡這樣射上去 這樣才能夠最有效 否則你如果就算有1米的水在那裡 你會發覺已經是不停地在煲水 加熱一些水 還要是干擾了你整個激光的行進方向 就是你那些水的波浪 在那邊一邊移動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折射來的 而且那個折射效應會很強 所以你要減低這些效應的時候 你就要整個潛艇其實是浮了在近 幾乎是現形在水面 再伸一支東西在水面上以上再射上去 就是這樣才是一個比較實際的執行方案 所以這裏又要把問題包回 不知道Larry 你覺得 如果聽到要這樣走的時候 你有什麼意見呢? 這樣就真的不用玩了 因為潛艇也是那句 它最重要就是看不到 但是當你只要拿一管 你的船身不浮出來 你只是伸一支東西出來 我都當一下 你那支東西可以厲害到 可以伸50米那麼長的 其實那艦艇本身可以在水面下面 50米其實都會被人發現 如果對方 他們用海上偵插機 其實你知道新枝飲筒這麼大的管 他們那些鏡頭 我們說很快就會找到你的 因為它專門就是找你這些 我們說的潛望鏡那些 隔出來的那些東西 幾小它都找到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無人機 P8A、P8A等這些偵察機 一看就看到你的了 所以其實它是沒有任何隱形可言的 那些情況 我只要扔過Mk54的水雷下去 就搞定你的了 所以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在水底做 尤其是50米下面 都已經很困難了 我當一個大概是潛射的高度 50米左右 所以我就想 如果它不能夠做到 在潛射50米左右 這個距離去做 重要 要做得非常快 做完就很快走的了 要不然真的被對方抓到 就是斯丁德就死定了 是啊 即是你激光它的優勢就是 可以get ready 快 這是一個優勢來的 但是往往就是 大家想得很辛苦的一件事就是 你為了去令到激光 可以射得這麼快的那一刻 先前所有的光序 可不可以都是這麼快呢 那現在譬如你說那些防空系統 它就預了整個東西放在那裡了 所以呢 它就預了你發現到 這支激光的位置的了 所以周圍就配套著 整個東西來去拱衛著的 所以它基本上 你現在以色列的系統 加上那支激光 就完全都是放在 整個鐵窮系統的保護範圍以內的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固定的 就是一個 的一塊防衛系統來的 那當然了 就是你說都不只借中國的了 很多國家都想 如果能夠將這件事做到游離的 可以是游移的 這樣去周圍走來去攻擊人 再加上攻擊那個 可以發射得這麼快 可不可以做到一個戰略上 戰術上的突然性 是令到人措手不及呢 那當然 所以就算這次中國去想這件事 其實都是希望能夠運用到潛艇的隱身 這件事和激光攻擊的突然性 來去做到這個效果 那當然了 它當然是希望能夠告訴你 就是有這麼可能 只有這麼可能 但是實際上呢 你發覺要執行的時候呢 你的潛艇為了要發射一個 這麼突然的機械 結果你將自己的那個 引申的那個能力 反而是暴露了更加大危險那裡 你就會發覺 這兩件事我會覺得有一點點矛盾的 所以你實際上就不會指議 那個潛艇只是執行這種任務 那個潛艇一定是有回到 周圍一個 可能附近已經是有 不是獨立作戰的 你是周圍有一個隊伍在那裡 來去協助它 來去掩護它 然後它自己本身也都有 其它的掩護裝置 可能有其它的攻擊能力 使它可以額外地去拿出一隻手 去做這個激光攻擊 現在似乎看到的情況會是這樣 這裡又反過來去這樣說 其實你要開發一個 可以在潛艇上面攻擊衛星的那個能力 其實反過來 它要求那個技術能力 跟你去開發一個 在衛星上面攻擊地面目標的那個能力 其實不是差太遠的 但是可能實際那個難度來講 你要搞一個 在衛星上面攻擊地面目標 要開發去面對那個困難可能更少一些 還有實際應用更大一些 首先它在真空的環境 首先就不需要擔心 什麼空氣折射的現象 是啊 是啊 還有就是如果你居高臨下 你看到你和周圍的那些衛星協同 去確定的目標的能力又會高一些 就是如果你是想假設這個潛艇 它好像是自己帶著一支東風飛彈 OK 然後射完之後走進 你將那個飛彈換成一個激光 這樣去用的話 你就會發覺 最後反而是挺不值得的 是的 除非我們有想過的 其中一個情況就是 將這個潛艇變成一個無人艇 就是一個無人艇 如果被對方發現 就打了你 如果你的成本不高的 沒有所謂 就好像無人機海那樣作戰 就很多隻這些無人艇 然後海上面一次過浮上來 就打擊那些衛星 不過他就這樣說 陳博士以現在地球人的科技 有沒有可能可以做到一個無人的潛艇 又有這個裝置 而成本又低到一個是可犧牲的地步 那來到這個尾聲就要了 那就要提回了 大家就要看回我和Larry一起做的 之前某一集的軍工開幕 專門說現在美國在開發的那個無人潛艇 就希望能夠模仿到魔鬼魚那個 那個這樣的專題 我們在那一集裡面有提到 就是現在你搞那隻這樣的魔鬼魚無人潛艇 其實已經有一個Prototype 弄了出來的了 已經是公開了那個照片的了 我們做節目的時候還未公開 現在已經有想提的了 那他就說了它的幾大幾小和容量 你如果能夠把那個激光 整套東西這樣放在這個這麼小的 這個無人潛艇裡 那我就覺得真的有一個實際的威脅在那裡了 所以你會發覺這些東西原來是一套的 就是你除了是搞激光 你還要是將一些東西輕巧 還有還要是將一些東西可以放在那個無人潛艇裡 不要忘記那個無人潛艇 還可以做一個長期執行任務 自己在海底裡 拿海浪來做能量 來幫自己充電 來繼續可以做長期運行的 那你說如果 很多東西就是我們在概念上想到的 但是你怎麼去實際上 那個技術做不做到 那個物理限制在哪裡呢 那我覺得就可以交給大家去 繼續觀察和留意 我簡單一點說 我覺得人家連整個配套都做出來了 都還用這一招就不是對方想不到 而是根本就未必有這麼大的效用 所以真的整套東西做了出來 這個無人潛艇 這個這麼厲害的無人潛艇 還要縮到海底 吸引人家的能量 都不用用自己帶太多的燃料 是嗎? 再用Laser去射 當然就要再加多一點點東西 但是它整個 我們講的Prototype都出來了 都還沒玩這一套 我就覺得一定不是對方想不到的 一定就是 你未必在這個現實世界做的時候 會做得這麼好的 不過這麼說 我覺得無論不管是什麼國家 很多實際上的應用 都是由一些大膽的想法想起的 所以這次你說 中國有人能夠想到這個 是一個去嘗試去做 做的過程之中 可能有其他的意外收穫 跟他原意不同的 這樣不奇怪的 不過又要請教陳博士多一點 就是他這次打擊的目標是星鏈 而對我們認知 星鏈其實如果將來鋪滿了在底層上面 就是過一萬個這樣的星鏈 其實他需要打擊多少這樣的Starlink 才能夠真正廢掉他的武功呢? 嘩這些 我沒有一個方程式去計算 但是你如果要我去想 你上萬個星鏈要廢去武功 你將他打到只剩幾百隻 那就是說你整個 你想一下你真的用激光 你要射打下去 一千上萬顆 你才能夠做到這個效果 嘩在地球上看得很壯觀的這個舉動 就是一個星球大戰 而同時間也要呼應剛才我所說的 到你搞到這件事可以從地面射上去 上面也有些東西可以射下來 到時真的是一個星球大戰 還有那件事可以拉得穿這些裝備 好話不好聽 到時可以拿來打人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這樣玩 就是整個星球大戰 整個星球大戰 整個星球大戰 所以其實就要看 這個科技應用的層面 其實首先實用性有多高 這個也是 如果這個是一個科學家 如果是在拘捕一個資料去做一件事 那我們就很可能會理解這件事怎麼做 只是混食而已 這也是 但是到底你應用又怎樣呢 那就要交給軍事專家 去看一個可能性去到哪裏 是啊 好 那我們這一節來到這裏了 謝謝陳博士 好 好 我們下集再見 是啊 那我們之後再和大家其他科生之再見 拜拜 拜拜